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老婆大人 你是我生命青柴大臣 身边的伴侣她就是女生 再见老婆大人 我只是假装嚣妄单身 搞不婚姻像你做围臣 再见老婆大人 我只是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要去推开城门 我哪儿有这本事 怎么样了 这个赵天阳 真不是个东西 我真是欠你们赵家人的 再不是东西 那是我弟弟啊 你说四妹真是 怎么 那个 多亏了你啊 谢谢你 你看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过你回去吧 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她什么时候醒也不知道 万一醒了上个洗手间 你一个大男人能管什么用啊 我啊就是倒霉 就倒霉个彻底吧 我看着 你去找赵天阳去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说 你要找到赵天阳 替四妹狠狠地揍一顿 算我的 你放心 你就不说我也会揍她 对了 医药费是你出的吧 你用多少钱你告诉我 你有多少钱呀 都让赵天阳骗走了 给我妈治病去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也够逗的 家里出点什么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那好歹也是老人的事 你说我能不管吗 不也是 现在有什么事 也不会跟我说了 你跟你非提这事干吗呀 我和那碧婷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你给我解释一百遍 我也不会信的 赵天才是赵天才 我知道你为什么 现在不愿意离开了我 原来 是另有隐情 你困吗 你困你睡会儿 还不想让我说了是吧 好 我闭嘴 我在这儿扮哑巴 还是没有消息是吧 好 那麻烦有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我行吗 好 那个 谢谢 谢谢 你放心费用的问题我负责 好 好 谢谢理解啊 喂 你好 我是那个赵天阳的哥哥 就是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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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这儿了吧 你用我的飞机运行 其实啊 成啊 收好了一张五头 钱脱去 脱完钱的一 不是 你怎么这么抠呢 我抠 这已经比街上便宜多了 这还没算你工作时间 干私活的罪过什么 你啊 这你以为是你小舅子啊 这么卖力气 不是 那你说我 我 我有什么办法啊 那人丢了不都这么找吗 你弟弟啊 你弟弟长得模样 也忒难看了 就算印了寻人启事 这也不好找啊 不是 你有毛病吗你 不是 这 这是我弟弟 又不是你弟弟 你是不着急 这说下风凉话 他不是我弟弟 可是你是我弟弟啊 你以为我舍不得让你印呢 关键是你印了这玩意也没用 干什么用啊 上街街上贴一下 你不怕被抓被罚款吗 你每个人都上大街上贴这玩意 那世容还能看啊 你不能因为找弟弟 你就糊涂糊涂 没点觉悟 我 最好的办法 还是老老实实去报社 在报社上登行人启事 那不犯法 有钱没有 没 没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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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我给你 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你等我 都听我说两句啊 那个 不管手里有活没活的 发动你们的微博微信朋友圈 给我等寻人启事 等得越多越好 把你亲亲朋友都给发动起来 如果超时了 算加班 你不人 我不能不义 这怎么一惊一扎的呢 好像今天 有点怪怪的啊 你 印了 你硬了 那管他呢 不许多 老师 四妹 你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医生说还是有一点点贫血 所以你要多吃点东西 补充一些营养 不想吃啊 你还想让我喂你啊 我可告诉你啊 你不吃饭就得输葡萄糖 那一瓶好贵哦 这么多的钱都没了 也就不怕这百十块钱了 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嫂子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 是啊 我没想象人 就会一哭而弄 三上吊 让人把笑话看得够够的 嫂子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你想笑话我就笑话吧 我不怪你 行了 四妹 你想想我离婚的时候 你是怎么笑话我的 现在还不能让我笑话笑话你啊 我没笑你离婚 我承认 你跟我大哥离婚的时候 我是暗暗地高兴过 你得了吧 你那叫暗暗的呀 你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上去了 好了好了 算了啊 咱俩谁也不笑话谁了 我哪有资格笑话你啊 你什么都有 你离了婚 还能活得熊啾啾的 就跟个大公鸡似的 我可不行 我没你那个本事 四妹 你是在夸我吗 你用的这是什么词啊 听起来好奇怪呀 明明就是在挖苦啊 嫂子 你看我也没什么文化 我哪会挖苦人啊 你还不会挖苦人啊 那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人会挖苦人了 你想想你那词 一句接一句 一句接一句 让我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你啊 都可以给文化人当师傅了 嫂子 你说我将来这个日子 该怎么过呀 其实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了 你想想啊 你去一个理发店剪头发 他把你的头发剪砸了 你肯定不会再去了 你要是去一个饭馆吃饭 吃坏了肚子 你肯定也不会再去了 赵天阳一次又一次地欺负你 你为什么还爱他 你就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吗 小婉 我十九岁嫁给赵天阳 这辈子我救他一个男人 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跟他说过我爱他 我就是知道 他喜欢吃什么菜 他呢 有的时候也知道我爱捡瓶子 有的时候回家 也会给我带几个回来 我们这个日子 过得也不太好 也不太顺利 也还能凑合着过 什么锅配什么盖 谁知道换一个盖 还能不能合适 也许还不如那原配的呢 我现在就特别想问问赵天阳 我要是真死了 他会不会 都会不会哭 他对呀 他要是说都会哭 他说明我们这还是一个家 我们这人 咱们病了 住院了 我这儿就 刚发了两万块钱的奖金 我现在给四妹转个账 那个钱咱们俩可是说好了 是给乐乐上学的 你不能打那个钱的主意啊 这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这要好赚钱 满大街都是一丸富翁了 小心骗子啊 咱们那些钱 还能赚回来不 这样 我刚才给你 卡里打了十万块钱 你赶快查查收着没有 这个是欧洲刚刚研制出来的 高科技化妆品 我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第一批投资大概是五万块钱 我没想出这些 saved 你说你毋宿要骗我 你说我那么老四个人 你毋宿要骗我 你说 我有个事问你 咱们那合同乙方怎么不是乐模呀 这事是这样 现在我们网站呢 负责这个装修的工程 少来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网站都是你自己的 你就想单干 这你都知道了 那 那个合同呢 订金都给你了 合同能不给你签吗 只要是你的项目我都支持 谢谢啊 你要是出来单干了 办公室你选着了吗 还在找呢 我有一朋友正转让写字间呢 你有兴趣去看看吗 写字间我目前租不起 那写字间谁都租得起 怎么说 三千一个月二百平 能有这么便宜的好事 谁让你认识我呢 也是 四妹要出院 我让她住我这儿了 怕她万一再想不开 谢谢你啊 怎么样啊 能找到了吗 能找的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我要是见上她我非大嘴巴抽死她 你说四妹平时那么大大咧咧 挺坚强一个人 现在一想起这事就哭 看着好可怜的 你说谁遇上这种事能坚强呀 我这弟弟妈从小就欠揍 你老揍揍什么呀 人都找不着你上哪儿揍去啊 这一人成心要是躲起来 不让你找着 你想找她比登天还难 只能等了 不过你替我去劝啊 你别把所有经理都放在这上面 兴许她去找骗她那个人去了 工作上的事可千万不能 工作上的事我心里有数 行吧 你觉得什么都有数 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看把你给酬的 这钱又不是你的 谁的钱不是钱啊 他那是活该你知道吗 他自己做主能不被人骗吗 你这还爱心泛滥 帮他照顾他弟妹 你怎么那么善良啊你 你是外人 怎么说都行 我是外人你是内人啊 你跟人离婚了 你也是外人啊 你当找个人这么容易呢 好几千万人口呢 大海里捞针 我要能找着的话 我这前几年就把你给找着了 你这是人多嘛 你给想想办法呗 这种好的差事呢 你还是去找周永安吧 他已经回来了 正没事干呢 他找你了吗 估计忙着呢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跟赵天才 花清了界限以后再来找我 你也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就是普通朋友开口 还得帮个忙呢 何况他对你有想法啊 你要对赵天才 还贼心不死的话呢 你就就事论事呗 他巴不得呢他 试试 我考虑考虑吧 幸福这东西吧 他很高 你要不伸手的话呢 他可是不会来的 我就不明白你这摆了 这俩大家伙干吗呢 吓人玩呢 懂什么呀 马到成功了 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可贵呢 法国设计师知道马到成功 法国设计师了解中国市场 就你们家赵天才知道是怎么的 就他好 赵总 赵总 真小姐到了 真是不好意思 回来之后一直忙着处理公务 都没功夫请你喝杯茶 您太客气了 坐 茶还是咖啡 咖啡 咖啡 喂 周董 和您约见面的陈董事长 已经在办公室了 知道了 不要再打电话进来 今天所有的约会都往后推 什么时候我忙完了 什么时候再说 谢谢你 我先走了 这么着急啊 你时间多宝贵啊 我看这样 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吃个饭 怎么样 聊聊天 我也不能走势工作 不顾自己的生活 你有时间吗 那我等你电话吧 好 吃啊 您好您的菜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天才 你也别太为难了 其实黄总 他也没确定 你们是好哥们 他舍不得你走 但是呢 他又希望你能好 我觉得吧 这是自己前途的问题 你得好好地想清楚了 这事吧 我真没得选 你也别替我操心了 你说这几天 光陪着我找弟弟 辛苦你了 谢谢你啊 来 好 你还又跟我客气了 你说我做的这些 我也只能做这些呀 你别嫌我唠叨啊 GTC的事情 你看你如果要是这样想 如果你去到那了之后 你能有了大的发展 大的成绩 你回过头来 给黄总一个项目 那就是帮他很大的忙了 可是你看现在 公司状况也不是很好 可是你现在呢 如果就憋在公司里头 没有前途 也没有机会 那帮助他还是有限的 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 你说龙小培耍了 他一到走了 我现在再走 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 是啊 那别聊这个了 几点了你才来 你自己看手表现在都几点了 不是送你一块表了吗 对不起 路上堵车 路上堵车 你不会早点出来吗 你知道我的包在车上吗 不能买单人让我走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赵天才 几天不见长本事了 你有病吗刘婷 我找你惹你了 你敢招我吗 你也就敢招真美人吧 他在家为你爹 穷尽操心你倒好 跑这儿来循环作乐来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循环作乐了 你别以为有点钱 你就可以不尊重人啊 小三值得尊重吗 你说什么呢 你说谁小三呢 说你呢 你这人循环你怎么你 李婷 和这种人咱们别废话 老板 买单 想走 没门 我姐夫在家 为你爹的事操心 你倒好 跑这儿来跟狐狸精约会 你这个狐狸精也太不要脸了 你自己照镜子 你看你自己干的 这些都什么事 你别支持点点的啊 你们干吗打人啊 姐夫 走 你们怎么打人哪 天丹 你没事吧 天丹 天丹 你干吗呀 见着我跟见着鬼似的 你不是鬼 我是鬼 那怎么了 是就赵天养人遇到麻烦了 我的麻烦就是你那朋友 你能不能和柳金说一声啊 别不拿自己当外人行不行啊 他要想管你的事没问题 那别拉上我行吗 柳金怎么你了 我和柳金吃饭 我和柳金吃饭 说来也巧了就碰见柳金了 上来就泼我一脸酒 然后把我俩指着鼻子那臭骂 这还不算完 司机跟我动手 你没打过他 没事没事 这还真是柳金的风格 特别可乐是不是 你看我倒没你开心是吧 谁让你和柳金吃饭 说一套做一套 给 你你故意的吧 我就不明白了我正常的社交 为什么要在那柳金的监控之下呢 是你是救了四妹天大的恩情 我谢谢你 但是 但是你别拿我当猴耍行吗 不用感谢我 我真得谢谢你 有这么好一个朋友 张天才 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你要非要算在我头上 那也是你自己活该 柳金那是我朋友 我回头会感谢他 人家帮我开启了新生活 我拒绝了 但是现在你既然跟毕婷这么好 也别怪我自谋出 你要这么说 你告诉那柳金 他要是再这么不客气 我也不客气了 还有我跟毕婷 用不着他操心 还有你 我和那个毕婷 就算是我俩好了 合理合法合人情 怎么个意思 还跑你那儿告状去了 他还有脸告状呢 我那天看见气得我胃都疼 俩人 这脸开脸 嘴贴嘴在那儿说话 你知道吗 吃着喝着的 把我气得我上去 我一背我就豁他脸是吗 嘴贴嘴怎么说话呀 嘴贴嘴就 就是 就是劲呢 你傻呀 你 那我谢谢你 回头我请你吃饭吧 行了你也别谢我 我为你办事 我可真的是义不容辞 我当时一拍他 一看是他的事 我就跟二话没想过 我就上去我就给他引 这不还想打他呢我 你跟龙小培怎么样了 有没有实质性的金甲的呀 行了你别替我烦心上来 这都几点了 送你上班去吧 不用 我一会儿自己去 你这一旦早把我叫起来 我现在还没睡醒了 昨儿晚上睡特晚 不过我告诉你 赵天才你绝对不能再给他好脸了 否则我给他那一下就白给了 这人欠教育你知道吗 我心里有数 你有什么数啊 有数你去找周永安呀 那是何四妹真的太可怜了 都是女人 何四妹是谁家人啊 你在帮谁呢 这事我不准备告诉赵天才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好像欠她的 或者她欠我的 到时候好干扰我的生活 我才不会呢 说得真好听 你从小到大都改不了 你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你就是属鸭子的嘴硬啊 喂 赵哥 是我乱陪 你小子还活着呢 自从走了就不联系 打你电话也不接 我这不是忙工作呢吗 你还忙上吗你 你在哪儿呢 我有东西给你啊 不用这么客气吧 我没和你客气 那行 咱一家人不说两件话 赵哥 我想求你个事 什么事啊 我想让你帮我冲个场面 我不是有个大客户吗 人家都给了我定金了 但是我聘的那些设计师吧 因为人家三分五的修改 人家不干了料挑子了 但是我又不够专业所以 我想请你来冲个门面 帮我把把关 你这事你想起我了是吗 我告诉你这是你的事 为了老黄 我也得和你划清界限 不是 赵哥 虽然咱不能说 总把这个恩情挂在嘴上 没意思 但是今天你真得帮我一把 我真不懂 赵哥 你就忍心看一个 刚刚创业起步的年轻人 就遭遇他的滑铁炉嘛 我求你了 赵哥 等会儿啊 我把这地址给你 是在这个运落路五百六十九号 行吧 我求你了 你来一趟吧 失败乃成功之母 年轻人需要多锻炼 小树苗才能着丈成丈 你说是吧 今儿哥哥奉体欠安 见不了人 赵哥 我来晚了啊 没 没 没晚 没晚了 刚好 走了 有人为敢开起来吗 我今天不去了 不是说好的吗 你没兴致 生病 没有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 老何 你不知道 自从我女儿知道 我和你的事情以后 她 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个事 她不说吧 我心里反而发慌 我知道她怎么想的 我心里不踏实 没兴致玩 她反对 她没有 就是 我跟她吵架以后 她就再也不提了 哎呀 无理挑战没有仇的 仇是没有了 可是她再也不跟我聊这事了吧 我 我心里头 按 按你说 你不应该跟她说 是吧 应该我出面跟她说 嗯 你出面 嗯 你 你出面怎么说 说什么 我 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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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呦 呦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那人呢 是师姐啊 我没认出来 师姐今天真漂亮 什么意思呀 我平时不漂亮啊 我们老板说了啊 这图纸呢 基本上过了 让我来转达一下她的意见 我说师姐 咱有什么能意见 能一气说完呢 这三分五次得修改 我那设计师都烦了 所以她不来了 她不来更好啊 这大下午的 咱们享受一下下午茶 喝点什么 不是 这 这么好的时光 咱得好好工作呀姐姐 你能不叫我姐姐吗 我没你这么大的弟弟 干吗呀 这是假发是不是 我说的那么好看呢 你 你真是眼神不好吗 我这是真头发 假发有这样的吗 我天生丽质 你之前都没看出来啊 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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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这儿呢 那个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的金牌设计师 来 怎么了 你不答应是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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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 有 有准备才对的 现在什么趟 这 好好 刚好了 介绍生活 我就介绍生活 向你求婚了 真是的 我那么便宜呀 对 求婚求婚求你个头啊 谁答应你求婚啊 是不是太快了呀 哎呀 身上流行 下风嘛 老板叫老去 不用我可了 闪 闪你个头啊 哎呀 不不 我答应有什么用啊 我们女儿儿儿子都还没答应呢 以前就没有合适的理由跟她说 难道我跟她说 我跟你妈谈恋爱 你要支持我们 身家不一样了 身家有理由了 我就跟她提前 你别去啊 你千万别去啊 不不不不 你忍着 你千万别去 不不不不 要去我自己会去的 我自己会跟她说的 千万别去啊 来来来 喝 喝再去 喝再去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我 我们干杯 好甜 我感觉 你比她更甜 既然摄影师都来了 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开始吧 好 我就喜欢这么直接蹬刀直入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活动的区域 这个全黑的呢 可以做视听室 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天井 可以做阳光房 适合小孩们玩 阳光房就把自己的私生活 都暴露给别人呗 我们老板没这爱好改了吧 可是如果没有阳光房的话 整个地下室全黑的 这么大的面积 你们老板想拿它做什么用啊 做厨房啊 厨房 厨房 厨房在地下室这 这完全都不通风啊 但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呀 儿童房 改成衣帽间吧 旁边呢 客房 我们老板不像某些人一样 朝三暮四的 没那么多客人 改了 改成书房吧 那原来这儿的书房改成什么呀 赵老师 你什么都问我呢 我花钱请你来干吗 我来打断一下啊 我想说的是 赵哥是业界有名的设计师 所以他的想法呢 比较随心所欲 他也是尊重你们老板的意思 因为毕竟这个房子 是你们老板住的对吧 对 还有呢 我觉得啊 现在的老板 多多少少的都点变态 特别是这种大老板 所以咱能理解啊 理解 完全理解 柳小姐 你能不叫我小姐吗 好 先生 刘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旁边那是什么呀 隔断 不要隔断 没有隔断 卫生间连着餐厅呢 上下通气做人坦荡荡 不是挺好的吗 这点你应该学学你知道吗 不是 姐 咱要这么说的话 这房也扒了重盖重新装修 重新装修怎么办 我觉着没什么不好的呀 咱不是现在还没装吗 把事都说好了 省得到时候再改多麻烦呀 大老师 我真是特别想问问你 你这是什么装修风格呀 土不土 洋不洋重重 稀不稀不稀 你这是什么风格呀 我看这是东南亚风格 主要想表达一种 抑郁风情和度假般的舒适感 抑郁风情和度假 这让人联想到什么呀 烟狱 出轨 不是 你们老板 这联想的也太丰富点了吧 这是我们老板联想的 那不是我联想的 我们老板就是不选 东南亚风格怎么了 我就一打工的 我有什么办法 我看不是你老板不喜欢 是你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有用吗 我没有话语权 我就是拿工资的 不过我是听别人说 说这个画的画吧 跟人的心智有关系 这个人要招人喜欢呢 画的画就让人喜欢 人要招人讨厌呢 画也讨厌 你说得非常对 不过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 这幅图呢不是我画的 是他画的画 所以说你在发表意见的时候 也希望你调查清楚 我看现在也没我什么事了 我就先走了 那他来干吗呀 赵哥 他有什么关系啊 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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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你啊 这件事是我在帮你的忙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是你嫂子闺蜜啊 她根本就不是针对设计 就是针对我 这件事你就根本不该叫我来 赵哥 我知道她是嫂子好朋友 但是我以为公是公私是私 我没想到她能借老板的名义 对你打击报复 其实这件事吧我 算了不说了 这事我没办好 我挺不好意思的 对不起你 没事没事 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你说我和你嫂子这事吧 还把你们都牵扯进来 我也挺不好意思 行吗 没事我先回去了 不好意思啊赵哥 你到底唱哪出啊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们老板的意思啊 怎么了 赵哥是过来给我帮忙的 你怎么拆人家台呢 我这人吧 特别的重朋友 我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 这本人跟我关系特别好 你知道我们在外面劈腿 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才我就借题发挥了我 对不起啊 那咱中修这事到底怎么说呀 我老板不是说了吗 这图纸基本已经通过了 什么通过了 那通过了你把我约过来 真顶八百谈真事干吗呀 他就还有 一丢丢的意见 就一丢丢 你别生我气了 我没生气 我告诉你啊 赵哥的人品我了解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就算说 这全世界男人都劈腿了 他肯定是最后开窍那一波 他劈腿能告诉你吗 他把那女的都弄公司去了 还不劈腿呢 你说毕婷姐啊 我听说啊是这样 说他们俩是十几年没见老同学 有一天在路上碰见了 你要是说婷姐对赵哥有意思 我倒是不否认 但你要说赵哥对婷姐有意思 我真没感觉 那就是你眼珠 开什么玩笑 我龙小培可是有战略家的 远大目光的 就穿眼睛看了吗 炯炯有神 真炯 好 好 问你一事啊 干吗 又跟我的朋友有关啊 真巧了 还和他真有关 就是那柳金上次介绍我那项目 怎么跑到龙小培那儿去了 我不是想抢生意啊 我就是好奇问问 怎么还说什么 那是给他老板弄的项目 他还有老板呢 我怎么把你这个定时炸弹给忘了呢 是这样的 柳金在追龙小培 所以要自降一下身价 有这个必要吗 嗯 女生倒追男生 要给男生做足了面子 这样才比较容易成功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可别跟着瞎掺和啊 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伎俩 不过你放心 我对这女人的事一点都不关心 对她和龙小培能不能成 我也一点都不关心 你这话里话外的 透着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不是小心眼啊 是礼尚往来 也请你转告柳金 如果她再干涉我的生活 我就对她不客气 你还真想跟那个碧婷怎么样啊 你要结婚 对啊 怎么了 这样子 是 不会麻烦你们操办什么的 到时候我们就 请邻居们朋友们吃个饭 你们年轻人 爱参加参加 不爱参加也没问题的 什么样子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 两个人搬到一起住了呀 挺好的挺好的 多一个人帮你照顾听海 有什么不好啊 老和儿子一家 都住在美国 我们两个人反正 到他那儿住 搬到我这儿住 都一样 再然后呢 什么再然后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你不应该结这个婚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 孤独寂寞冷 好好一块过着不就完了吗 领什么证啊 这太不合适了 这 这怎么不合适了 那你的意思是 就 这名不正名不顺的 那我们住这儿像什么呀 你们在一块住 还能干什么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 这死丫头 有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 没大没小的 是的 你是不是怕有人跟你抢财产的 那我没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也白搭 怕你那样子 我到时候躺在床上 还能指望你啊 指望你 我也就指望老和 给我当个谁什么的 他要是也不能动了呢 你们俩躺在床上 大眼瞪小眼的干聊啊 我就把房子卖掉 再租回来 我 我请保姆照顾我们 行不行啊 再不行 我把房子都卖了 进养老院 那个地方 那伺候我们的人 都是专业的 不用麻烦你 不用你担心 你放心吧 黄总 您让我劝天才的话 我可都说了 但是他并没表态 是吧 你的话在他那里没有 我是真为你伤心 就凭你们俩的关系 凭你们对他那么好啊 那你的话 他就应该为名是从啊 现在看来 你在他那里没什么地位 我有啥地位 看来还是得我自己出马呀 您对他的好 他一定会明白的 那未必 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人懂得感恩 有些人啊 你对他好了 他不等第二天天亮 你就已经忘了脑后了 那张天才正好相反的 你对他好了吧 他心里过不去 他得想方圣吧 想办法 他给你还了 为什么 他心里不愿意欠你的 所以嘛 不管哪种人 总之 他们都记不住 别人对他的好 你真想好了 咱想好了呢 你得通知你去 妈 咱俩不吵了 你看着我 咱俩好好聊聊行不行 我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你看我这儿 刚离婚还不稳定呢 你非要领证 你这不是寒碜我吗 当然 就算咱不怕人笑话 但你想想我好不好 我三十好几的人了 你给我找个爹 这算怎么回事啊 再说了 现在谁结婚呀 现在外头都赶着离婚呢 傻瓜蛋才结婚呢 你看你现在日子 过得多好呀 谈着黄昏恋 舒舒服服的 蒙蒙隆隆的 你说你非要领个证 跟一块住 万一还得离 多丢人啊 丢到姥姥家去了 真是我的好女儿 真是帮我想得远的呀 我跟你说 我不会那么草率的 我以后二十年的日子 怎么过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你怎么计划的 我不用向你汇报 你不用拿你失败的婚姻 跟我对比 老娘我几岁了 我什么岁数了 我这掘墓 你能感受得了吗 我既然决定结婚 就不会离婚 得了吧你 你忘了我爸活着的时候 天天要给你离婚 你这都忘了 你 奶奶 这死丫头 我打死你我 反正我就把话告诉你 我坚决反对 你要非要结婚 你说我不去 你多丢人啊 但我告诉你 只要你办婚礼 我一定不去 那我也告诉你 我决定的事情 你确认确不了 那就别聊了 不聊了 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告诉你 三个字 坚决反对 四个字 怎么着怎么着 这三个字 粉爱 auch 我去干嘛 芥 regular That... 我 trust 吃 Good Mom 成章 用.point 没有你做的早餐 我饿得心慌 这就是我要的自由吗 谁做一个人的生活 相信满十方 独自逛商场 怎么很紧张 没你陪我 这么多东西来看 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吗 谁说一个人的生活 像中了大家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体力再好你也玩不到八十八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我的厨房书房西房银行 都归你了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我的厨房书房新房银行 都归你了 也许有一天难多年后 那些喇喇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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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够一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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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